我是咱们第一批拿到证书的人 感觉国家对咱农民这一块特别重视 更加定了我在农村广阔掐地下施展全角 更加定了带领咱农民致富的信心 我是2011年响应的去里边这个反向创业这一块 我回村里边开始土地流转 到了2015年 然后是把这个土地流转的东西 我想着说怎么做一个深加工 后来我开始办这个合作社 领办的公司 做这个深加工的公司 通过网络直播这一块 把这个合作社做出这个深加工出这个东西 通过网络上面全部卖出去 今年通过那个农业局这边来 突然知道有这个农民也可以平定支撑这一块 我心里说句实话特别高兴 感觉这农民也能平定支撑 我说不可思议 后来我赶紧去资讯这一块 平定这个农民支撑啊 主要是考核这几个方面 手下是咱这个资质是否是真实的 还有就是那个农业局定期组织这个培训呢 是否参加了 然后是并且这个成绩是否合格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是不是 就是带领这个社员去共同支付呢 不能说是光你一个支付呢 你得让那个跟着你干的社员们都支付呢 这是最重要的一条人 合作社一共是有那个土地那个流转来是三千亩地 然后那个土地托管来是那个五万多亩地 现在合作社它伏给咱们路权这边啊 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百多个村 然后是那个一百零二个社员呢 现在每年增收多增收吧 就是一万多块钱 给我商博上去以后 很快就把我这个资格证书平定下来呢 现在资格是那个农民助理工程师 专业是农差品的身家工 有了之声这个 我给老百姓再讲这个技术啊 再传说这个技术啊 他更相信的 因为给老百姓啊能带来 就是说是从那个血种到那个施肥 到那个种植 包括那个打药啦 包括除草啦 拿到这个证啊 我想啊想 国家下阶段出台这个农民这个 支撑这个政策 具有很大的重要意义吧 然后又达到这个农业性 农村美 农民富 这个目标必须有新兴职业人才去支撑吧